位于英国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于2月8日开设东亚展厅,展出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地的展品,跨越150多年历史。 展品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展示三地共有的东亚文明。 探索与欧洲历史的紧密联系,以期展开深层次的东西方对话,将近过半的展品,在最近几十年中首次展出,BBC中文,带你走入展品背后的故事。 当曹勤第一次在藏品中见到这把中国清朝末年制造的扇子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弄错了?这哪像中国古代的扇子? 曹勤是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中国藏品的策展人。他建国的外销扇,多以清淡素雅的风格为主。 以山水、兰花、竹子等图案,绘制成水墨画,象征中国古代文人墨克质朴的品格和刚毅的气质。 而这把来到欧洲的扇子色彩丰富,鲜艳花少,以彩绘工笔画,描绘了绿色成阴,花团锦簇的传统中国庭院景色。 并镶嵌小丽像牙片,为人像面孔。 经雕细琢,毕业屋牛津大学考古学的曹勤,通过研究发现,18、19世纪的中国,确实有这种融合了中西方绘画风格的彩绘作品。 专门出口欧洲市场,他说,这把扇子被誉为中国外销扇之王,以当时欧洲对于中国的想象设计,满足贵族以拥有东方物品为荣的需求。 曹勤对BBC中文说,说明中国当时不是有什么就卖什么,而是根据自己的创造力,把产品的设计和市场的需求结合在一起。 15世纪末葡萄牙人开辟新航线之后,中国海上对外贸易增长,尤其是在清朝时期,中国的瓷器广受欧洲欢迎。 新开设的东亚展馆,展出了一套印有苏格兰贵族族徽的茶具瓷器,同外销扇之王一样。 这套瓷器并非印有中国山水图样,而是彩绘成欧洲佛斯林汉姆家族的族徽和家训。 该家族是当时苏格兰的贵族,拥有大片领地。 地位显贵,其家族城堡遗址,至今还留存在爱丁堡。 佛斯林汉姆家族,在18世纪将家族的徽章图案,送往中国景德镇窑洋,定购高级瓷器。 曹琴说,这套私人定制的瓷器,不适合日常使用,但适用于特殊场合,令贵族刺激向朋友们炫耀家族的地位和财富。 也因此显示,欧洲上层社会对中国瓷器的钟爱和欣赏。 除了这套茶具,东亚展厅还展示了苏格兰与英格兰在18世纪期间,经历皇位之争后,用于庆功,而向中国定制的瓷碗,以及中国出口到中东、土耳其等地,用于佛教寺院的装饰用品。 根据当地特色而变化风格,曾在河南大学文物馆,从事过15年研究的历史学者白秦川,对BBC中文表示, 中国古代文人一向轻视生产工艺、制作方法等技术类生产,认为是雕虫小技。 但18、19世纪的外销艺术品,融合了中国传统审美和西洋序味,从某种方面来说,是对历史的补充,反映中国制词工匠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中西方在工艺上的交流,东亚展厅联系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共通之处,对东亚为名进行梳理。 陶秦说,早期陶器对东亚文明的影响非常大,不仅在生活用品上,还在铜器的制造方面,青铜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地位尤其高,与黄金、白银,在欧洲的地位类似。 4000多年前,马嘉尧时期的陶冠,已证实了陶器制造业,达到了一定高度。 新的东亚展厅,以青铜为线索,展示了东亚地区的钱币体系。 中国拥有独立的钱币体系。 钱币不止在中国使用,在东亚地区都在使用。 比如在17、18世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钱币,都是以中国的钱币为模型仿造。 新的东亚展厅从最早的刀币、以笔钱、布币、圆孔币,到秦始皇统一后的半两钱。 展现钱币的流线型发展。 曹琴说,以前的展馆,只是简单的向观众介绍钱币的名称和来源。 这次新设的展厅,从不同角度解说,为何使用这种钱币。 将某一刻定的展品,和当时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连接起来,显示青铜的重要地位。 白勤川多年从事钱币学研究。 他说,青铜被称为集金,是中国从殷州时期,到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合金。 秦汉时期以后出现铁器。 但青铜仍然是货币的材料。 东方贤币以青铜铸造为主,成圆形方孔。 与西方以金银打质,成圆形五孔的特征不同。 如在不展时表现这种不同,更容易令观众理解中西钱币的差异。 展厅内容跨越古今。 在现代区域展出了毛泽东时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和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之后的藏品。 显示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一幅以大风烧为主题的瓷器雕塑,来源于七十年代的江西景德镇。 在一颗印有汉字风的巨大麦穗之下,人民欢天喜地,寓意新中国的农业成就。 麦穗之下,以农民、工人和士兵的人物,代表为核心。 显示他们在新社会的支柱地位。 曹琴说,这个雕塑是为了向人们宣传新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制作的。 中国历史悠久的生产工艺,受到了苏联艺术的影响。 另有一幅贬画,描绘了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情景。 但林彪的头像被粗暴地刮去,显示出一个灰色空靴。 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披零披孔带来的后果。 这幅贬画在1978年扬州漆器厂制造,由私人收藏家所有。 曹琴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声称与所有的过去断绝关系。 但艺术仍体现出与历史的紧密联系。 这幅画作虽然遭到破坏,但其工艺是建立在中国上千年的传统之上。 不仅代表工艺的传承,也和政治紧密联系。 新华社首尔1月10日电,记者耿学鹏、田明、韩国总统文在寅, 10日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 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举行的新年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在帮助半岛南北关系改善,半岛无核化,及和平稳定方面,持续发挥着积极作用。 他还表示,期待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在近期举行。 同时期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朝美领导人会晤后访问首尔。 文在寅呼吁朝美双方,在无核化对话中,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朝方需要进一步做出无核化实际举措。 同时也必须考虑相对应的对朝措施,以推动无核化进程。 他认为,缺乏互信是朝美无核化对话,目前面临的关键难题。 就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提出有意在无任何前提条件,或待架下重启开成工业园区和金刚山旅游等寒潮合作项目。 文在寅表示欢迎。 认为半岛南北合作项目,将有利于韩朝双方。 他同时表示,韩方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合作,推动解决国际社会对朝制裁等相关问题。 文在寅还阐述了政府新一年的经济施政。 他说,政府仍将坚持以增加国民收入为主导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坚持创新增长和公正经济等既定方针。 朝鲜半岛局势在2018年发生重要的积极变化。 朝韩领导人先后三次举行会晤。 半岛南北关系实现缓和。 相关势头在今年年初呈现延续趋势。 金正恩一日在新年贺词中,强调实现霸道完全无合化的坚定意志,并表示随时准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会谈。 特朗普近日表示,美朝正在就双方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地点进行协商,分管协调多国联盟打击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的美国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21日辞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